在奇葩大会的一期节目中 演员婷普俊说道 但凡能活得让人妒忌 就别活得让人同情 这句话看似无不妥之处 毕竟每个人都渴望成为强者 但当时高晓松却说了一句 深得人心也深通人性的话 能活得让人喜欢 就别活得让人嫉妒 一个人活得好是运气 但能活得不招人烦 不惹人厌 不让人反感 却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 人性最大的愚蠢 其实就是炫耀 你比别人富有 比别人优秀 比别人更有智慧和学识 明朝时期 有个家产很富的商人 叫沈万三 有一次 皇帝朱元璋有心试探他 我有百万军 你的钱财养得起吗 沈万三得意地回答说 每个人给一两银子都够 原本沈万三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很有钱 可他并不知道 这不仅严重威胁到了皇帝的政权 还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于是 当朱元璋定都南京后 因国库空虚 就打起了沈万三的主意 以一枚铜琴放在他那里生利息的套路 最终让沈万三家产耗尽 家破人亡 有一句话说 客不离祸 财不露白 一个人越显摆自己的财富 就越容易引来他人的嫉妒 也越容易勾起他人的贪欲 在西游记第二回中 有人套画孙悟空 想让他展示菩提祖师教给他的躲三灾的变患之法 原本他可以推死 可他还是经不起他人的吹捧 于是在松树下大展身手 引来众师兄的攀手叫好 后来 菩提祖师知道后 非常生气地对他说 我问你 弄什么精神 变什么松树 这个功夫 可好在人前卖弄 假如 你见别人有 不要求他 别人见你有 必然求你 你若为祸 却要传他 若不传他 必然加害 你之性命 又可不保 于是 菩提祖师一怒之下 将孙悟空赶走了 有一句话说 聪明人多脸藏 愚钝者 常炫耀 一个人越炫耀自己的能力和本事 越容易给自己带来祸害 许多时刻 一个人越低调 越会明哲保身 反之 一个人越炫耀 越会惹祸上身 也许一个人可以做到 不去眼红别人的好 也不去抢夺别人的财富 更不去做害人的事 但我们却很难做到 不让别人来嫉妒你 打压你 甚至对你各种使绊子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低调 不要过分炫耀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位青年作家 因为一次巧合 跟黄勇玉先生见了一面 并且有幸合了意 回去之后 他就把照片贴了出来 并且写道 黄勇玉先生很欣赏看重自己 甚至和黄勇玉成了忘年之交 但当时这一举动 却迎来无数的嘲笑和讥讽 毕竟一代大师级的人物 怎么会跟初出茅庐的 小年轻成至交 即便有可能 那么对方也不会轻易 拿这事来炫耀 没过多久 黄勇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 谈到该青年作家时说 我们只见过一面 哪里是什么忘年交 我对他没感觉 过去我不认识他 也不了解 他见面时曾经问我 我有这么多钱怎么办 我问他 您有多少钱啊 他就大致说了个数 我跟他说 你那算有钱吗 像你这样的 能从北京排到非洲 当然 他受很多年轻人喜欢 一定有他独到的地方 这些年轻作家走红 对中国文化是好事 不过我们老人家忙得要死 没有关注他们的时间啊 原本这位年轻作家 想要借助名人 进行自我炒作 但却没想到 不仅没成功 还自讨没趣 成为众人的笑柄 其实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炫耀自己的人脉 也不会炫耀自己的名气 更不会借助他人的风光 来给自己出彩 毕竟你要是有实力 根本不需要靠比你厉害的人 来衬托和证明你的优秀 反之 你若没有实力 无论再多厉害的人 替你撑腰 也只会给人留下虚荣 和自卑的印象 当你自身还不够强大时 所谓的人脉和社交 毫无任何意义和价值 你越去限要 反而又会适得其反 许多时刻 我们总是以自己的小聪明 和小成就 而沾沾四喜 洋洋得意 甚至去招摇过世 殊不知 在这个世上 高手比比皆是 有时你越去限要 反而越会让自己下不来台 有这样两则故事 一次作家聚会中 有个衣着考究的男子 十分得意地捧着自己 写的几本小说 只高气昂地走来走去 四处寻视 这时 他看到角落处坐着一位 衣着朴素的中年女子 便跑去限要 我是弗兰维尔 写过三十多本小说 女子礼貌地点点头 微微一笑 他对于女子的淡漠反应 有点恼怒 于是大声问道 请问 您又写过多少本小说呢 女子回答 我只写过一部 男子顿时露出不懈的神情 笔疑说道 哦 哪一部啊 不知有人听说过没 女子回答 飘 无独有偶 苏东坡少年时 就博览群书才知过人 于是晋升傲气 一天 他沉浸在自家门前写了一幅对联 识遍天下字 读尽人间书 有一天 一位白发老者登门拜访 见了苏东坡 老人说 听说苏才子学问盖世无双 老朽特来请教 苏东坡近这么大岁数的人 都找自己问问题 心中十分得意 他说道 老先生可有什么疑难 老人没有说话 笑吟吟地捧过一本书来 苏东坡接过来 方开第一页 头一裂就读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有两个字不认识 越往下看 生字越多 他当时立刻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 脑门上汗层层的 老人看后说道 怎么 这些字连苏才子也不认识啊 此时苏东坡才恍然大悟 连忙添了几个字 重新写成这幅门帘 发愤识遍天下事 立志读尽人间书 其实一个人懂得越多 反而会发现自己知道的越少 反之一个人知道的越少 越以为自己懂得很多 其实当你去炫耀自己的才华和学识时 不仅得不到他人的认可 反而会自取其辱 越发显露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有一句话曾说 所有的优越感不是来自于财富 地位成就和权利 它只来自缺乏见识 其实在这个世上 真正聪明的人大多藏而不漏 唯有半壶水响叮当的人 才会去炫耀自己 无论你再富有 再优秀 再渊博 千万不要轻易向别人炫耀 因为炫耀 会为你招来祸害 带来麻烦 甚至自找尴尬和难堪 与朋友们共鸣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之结局已久 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不麻木 心爱的我都拥有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之结局已久 但愿人长久 当我庆幸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不麻木 谁能泪流 喜怒爱乐 喜怒爱乐 常流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 常常不知想做还是有 人生有许多多路口 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 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 我愿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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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